几天阵上 今天和往常一样担任红蛙的第四棒左爱野手 三局下半第二次打击 面对Touch Bradley 一颗偏高的去球扫出右半边的安打 送回垒上的Alex Verdugo 赚进本机第33分打点 同时这也是他每日通算第500分打点 为个人的职业生涯 写下新的里程碑 不过很可惜 今天红蛙除了几点和Verdugo之外 攻守表现都乏善可乘 蔡刚追平 下个半局Hawk又将分数给吐了回去 男牛马戈在蛮累时 敲出带有两分打点的安打 让光芒再度取得领先 今天Hawk主投五局失掉四分 又是一场让人不至分满意的先发内容 而整条打线一共也只有三人敲出过安打 请问这样到底要怎么赢球呢 陷入落后已经很头痛了 结果这个时候手背还来捣乱 杨迪Diaz打带跑瞄准 右半边的空隙敲出一只安打 一垒上的Marco配合战术快马加鞭直冲本垒 一个转传后球传偏没抓到跑者不打紧 这时候顺势传二垒抓Diaz居然把球传到了中外野 而且还传到完全没有人的位置 从一颗内野反弹球开始连奔四个垒包回来得分 让Kluber看了整个大傻眼 休息室里的总教练Alex Korad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同化在攻守表现都荒腔走板的情况之下 以2比6输给光芒 只能靠明天的第四战来将系列赛给追平咯 继续 继续